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而引发了中国政府和部分民众的强烈抗议 戴姆勒集团总裁对该贴子和影言表示道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 知错就改是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奔驰公司的道歉 我们连线的嘉宾是自由至上主义学者夏宜良教授 下面有请夏教授 各位网友观众们 今天是美东时间大年初一 我在这里向各位拜年 祝大家苟年兴旺 大吉旺旺旺旺 祝愿大家能够在 无论是在和平的 或者是繁荣的环境里面 还是在恶劣的 在不自由的环境里面 都能坚守我们人类的底线 坚守普世价值 朝着光明的未来努力奋进 谢谢各位 夏教授您如何评价奔驰公司的道歉 他到底做出了什么 首先我觉得这句话 就是达赖喇嘛尊者说的这句话 并没有任何的错误 如果不数他的名字 数任何一个人的名字 我相信这个文字都不会有问题 中共做的这个事情呢 是一个鸡蛋里面挑骨头的 一个无聊的把戏 其实呢 它的目的就是要对西方 对西方的企业界 对西方的政客 实施一种威吓的政策 就是说我有底线 你只要触犯我的底线 我就可以中断 给你的经济贸易往来 我就要使出杀手锏 让你看看我的颜色 其实现在呢 我们知道当今的大国 都要是文明的负责任的大国 也就是说要进入到 现代国家行列 可是中国呢 到今天都没有进入到 现代国家行列 更谈不上政治文明 所以呢 往往小题大做 把这个很多方面都设为 跟西方人交谈的禁区 比如3T 就是台湾问题 西藏问题 还有天安门 这3T是绝对不能提的 这多年来 已经在西方的研究机构 大学里边 如果跟中国打交道多了 都知道中国政府 会有这个强烈的要求 而且中国的学者 也一般都是要遵守 这样一个所谓的底线 那么这次呢 我们看到 他这样做 其实不仅仅是针对奔驰公司 应该说他针对一系列 国际著名的大品牌 就实施的威吓和压力 那其实这个效果呢 我相信他不能够根本改变 人们的普世价值 因为在经济学圈里边 我们都知道同行有一个习惯 就是列出各个经济体的经济指标 进行对比 那么这十几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来 大家都是一直这么做的 就是台湾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 香港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 所以很多这个时候 是把他们这样并列在一起的 那我在北大任教的时候 曾经在教室里边 讲到这个各个经济体之间的 比较的时候 就有学生站起来向我抗议 说夏老师 你这个是主张台独 你这个是好像想把台湾 从中国分裂出去 因为你把台湾列为一个 独立的经济体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个部分 所以你绝对 你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你要道歉 这是北大的学生 在课堂里面向我这样讲的 那么我的回复 也是非常的平和的 我说如果你要是到 以后有机会到美国 去读研究生 读博士 如果你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从诺贝尔奖得主 到一般的这个经济学者 都是这样做的 所以我只是告诉你 这样一个国际上的惯例 所以他们呢 就是说 有一些学生就是 特别突出政治嘛 事后还向这个学校告状 说我的言论 教学言论里面 有反党反政府 以及让中国分裂的这个言论 所以呢 其实北大当局 以及这个中共官方 很早就已经给我 记了很多的账 只不过这个账呢 要积累到一起来算 所以呢 我说的这个事情呢 这个 当时学生向我提出这种 不同意见的时候 是2011年吧 2010年 2011年的样子 但是后来 大家知道经过了几年 到2013年10月 才把我解职 所以从这个事例 你可以看出 中共的洗脑教育 让中国大陆的民众 认为台湾 是中国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 这个很搞笑啊 那如果你是一个部分 那也可以啊 那我们是不是拿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就可以到台湾去 自由的去访问呢 那如果是台湾 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台湾定居 和找工作呢 求学不受阻碍呢 能不能有这些啊 他又没有 对吧 所以他很搞笑的 就是很多东西 一方面事实的存在 他不承认 另一方面呢 他又在政治上 老是找这种话语的主导权 那么现在经常用经济的 这个上方保健 来这个恐吓 威胁西方的一些国家和企业 所以这样做呢 是非常荒唐的 下一个时候 你看奔驰公司的道歉 您刚才也说了 实际上他本身 自己没有犯什么错 只不过引用了一句名言 其次呢 我们也发现 这种事情并不是发生 在奔驰公司身上 而以前的达美 万豪集团 还有澳航等等 都出现这些问题 那么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这些国际知名的企业 会违心的做出道歉呢 大家都知道一个基本的事实 就是中国政府的这种公费 支出 贪腐 这个消费 可能是全世界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比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中国政府用车 使用奔驰品牌的轿车的 无论是轿车 迎宾车 豪华汽车 防弹车 甚至那个奔驰大巴 这个消费量是相当大的 应该说是奔驰公司的 一个重要的客户 奔驰公司当然不希望 失去中国大陆 这个非常广阔的市场 中国这些年来有很多的富豪 中产阶级也在崛起 所以慢慢的 就是说对奔驰的消耗 对奔驰的这种消费会越来越大 所以他看了就是不愿意丧失这样一个商机 被迫做出违心的道歉 那么其他的一些大的国际品牌也是这样 但是我想其实这些大公司啊 他是短期的眼光 他如果有长期的眼光的话 就应该坚持底线 坚持普世价值 坚持自己公司一贯以来的 面对全世界都一致的原则 而不是针对一个国家搞特殊的政策 那假如说 世界上所有的大公司品牌 都对中国说不 都要坚守这个普世价值 这样一个底线的话 那你想一想 中国有没有可能 未来不再买波音飞机 奔驰汽车 IBM 或者是这个美国的各种 比如说苹果产品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电脑和信息产品 还有各种生活用品 那也就是说 中国假如说拒绝了所有的国际品牌的话 那中国还是一个 跟国际上有联系 有经济贸易往来的国家吗 中国的消费者会怎么样 中国的那些贪腐官员 政府的这些公务支出 他能够真的少了这些东西吗 所以我觉得 这倒是一个 到某一个时点上来讲的话 应该全世界所有的著名品牌 所有的企业界的有失之事 应该联合起来 发出声明 坚定的像中共的这样一种 带有这种意识形态的强加色彩 说不 因为如果要是讲 世界的企业界 全球的这种商界 都做出这样的反应的话 那中共没有办法再继续嚣张 除非你是向朝鲜学习 把中国完全与世界隔绝 不再购买西方的产品 我相信这一点中国是根本做不到的 他只是吓唬吓唬别人 而有些公司 单个的公司就容易被吓到 但是如果所有的公司 大家都联合起来 都抵制中共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强压 甚至是无端的这个挑衅 这无端的挑衅就是说 他们认为是这些国家在挑衅 但是事实上 这些国家和这些公司 他们并没有说 有意跟中国政府作对 往往他们在坚持普世价值的 不经意间就会粗怒中共 就会碰击中共的所谓敏感区域 因为中共这个机体啊 这个腐败的机体 浑身都是敏感区 随便一不注意就碰了 什么敏感的地方了 非常的脆弱 非常的不堪一击 所以他中共自己宣扬的 所谓三个自信 甚至四个自信 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他如果有制度自信 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话 那还会像今天这个样子吗 所以外交部发言人 他们甚至都敢公开的藐视法律 他们说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 那么同样的道理可以引申下来 不要拿普世价值当挡箭牌 不要拿这个国际上 人们公认的常识当挡箭牌 那这样的话 他就会背离人类社会的 这样一个文明法则 就会走向反人类 反文明的这样的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悬崖 这种应该是这个必死之路吧 就是说 就这样走下去的话 中国是没有前途的 没有光明的 老百姓也是没有希望的 夏教授您知道 这次奔驰事件是因为有达赖喇嘛的名言 而达赖喇嘛的中共一直说 它是一个分裂分子 您如何评价您心目中的达赖喇嘛 和它的中间道路 过去呢 我们在中国大陆啊 长期受这个封锁 信息的封锁 然后洗脑的教育 而且有很多方面是禁区 就像我说到的 就是3T是禁区 那么西藏问题 在中国的年轻学人身上 基本上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西藏 对达赖喇嘛这样一个人 完全也都是从中共的宣传机器上了解的 无非就是说1959年 一开始说1949年 1950年的时候 中共高级领导人 如何善待西藏的这些宗教领袖 和这个当地的行政领袖 那么到了50年代末 这个达赖喇嘛尊者 如何在 印度的总理尼赫鲁的指使下 背叛了中国大陆 进行发动了这个所谓的西藏叛乱 这个都是官方的一种说法 但是后来如果来到海外 来到西方世界 你能够有自由获取信息的 这种机会的话 你了解一下就知道 当时呢 中共背信弃义 就是违背了 当时跟西藏首领们所签的那些协议 本来是应该是给西藏人民 一个真正的自治 但是呢 中共派军队 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清代 甚至民国时期 中共都没有大规模的派军队 驻到西藏去 那么后来呢 49年之后 中共要用武装来控制西藏 甚至要想办法削除西藏的地方武装 这种做法 当然是西藏人无法忍受的 所以在59年 在寻求这个完全自主和独立的这种情况下 没有办法兑现的情况下 那达赖喇嘛尊者带领自己的这种追随者 就只好被迫离开 到了那个印度的达兰萨拉 达兰萨拉是一个山上的一个很小的镇子 也不过就是原来是几千人 一两千人了不起 但现在的发展的规模非常快 现在这个小镇上住满了人 而且有很多是来自西方的人 我几年前曾经专门去 拜访达赖喇嘛尊者 然后呢 在那个地方看到了很多 长期定居在那的西方人 我就跟他们聊天 我说为什么会放弃西方世界 然后跑到这样一个偏僻的 这个山上的一个小镇上来定居呢 他说因为这里边 这里有达赖喇嘛尊者在这定居 他的精神指引着我们 所以呢 我愿意到这来追随他 聆听他 所以呢 这样的人还不止一个 有相当一批 另外我认识一个台湾的一位母亲 他带着他上中学的儿子 他说要让儿子了解 来感受这些东西 感受这个藏传佛教的真谛 而且他不是来一次 他来了五次了已经 他说还要以后 每一年只要有机会 有条件都要来 那么有一次尊者呢 在做那个奖金的会 那个奖金的会规模有多大呢 总共参加的规模有五六万人 五六万人有一部分是在室内 有一部分在外面 用喇叭来这个接听 很多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日本的 东南亚的 甚至美国 澳大利亚的都有 所以这让我感到很感动 因为我是亲眼看到了 这个无论是达兰萨拉的 这个当地的居民 还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朝拜者 他们对达赖喇嘛那尊者的那种尊崇 那是发自内心的 那不是伪装出来的 不是像这个中共的领袖们 伪造了一副这个领袖与老百姓的 这种所谓的融洽的关系 完全不是一回事 而且他们讲到达赖喇嘛尊者的时候 经常会情不自禁的流泪 那不是装出来的 不是演戏给别人看的 我记得我在这个国内的时候 在北京 有一个著名的大的财经电视台 采访我 我不想说这个名字 怕连累人啊 就是其中有一个 接送我去参加节目的司机 开着一个豪华的迎宾车 我在他上座位的时候 发现他这个车那个 放杯子的那个地方呢 放了一本书 原来是达赖喇嘛的一个讲话录 是跟这个藏传佛教相关的 我感到非常的惊讶 因为在中国大陆 像这样的事是被禁止的 这位这个年轻的小伙子 他看我感兴趣 然后就跟我聊起来 我还发现他真的对达赖喇嘛 真的是有相当的了解 不是像一般的 受到洗脑教育的人一样 就把达赖喇嘛尊者 当做一个恶魔来看待 那么我就跟他交谈了 我说我还见过这个尊者本人 他特别兴奋 他就过来跟我握手 他说你跟这个尊者握过手 我就跟你握过手 那真是发自内心的 所以让我也感到非常感动的 我说难道就是中国大陆 我们过去以为 大家都不敢触及这样一个禁区 其实也有很多的年轻人 在悄悄的在学习他 在了解他 那我说一下 我跟尊者见面的时候 一开始安排的时间很短 说这个安排20分钟到半小时 因为我一个人单独 后面还有好几拨在排队的 有一个整个的代表团 有十几人 还有一个小的团队 也有四五个人 只有我一个是单独会见 端独会见的说20分钟半小时 已经算是给的相当多了 但是尊者跟我谈的时候 非常的兴奋 他一直一口气 谈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谈的主要是用英语 但是他兴奋起来的时候 他也会说汉语 他说了一些汉语 说的那个也就是非常的准确 所以我在理解的沟通上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我当时是有备而来 我是在笔记本上 因为手机是不允许带进去的 所以我在一张纸上 记下了我的几个问题 那几个问题 我当时就问了 我说过去人们一直在流传 说尊者您要主张大藏区 就是把现在中国版图中 大约三分之一的地方 要划到大藏区里边 你这样的事 就是说有一个强烈的领土 或者霸主的意愿 欲望 就是要控制中国这么大的领土 然后让这些人都成为你的臣民 另外人们说 你是希望要让西藏独立出来 而且甚至为了独立 可以选择一些暴力的手段 包括藏青会 他们在有些地方 据说搞军事行动 甚至暗杀 据说是得到你的支持 这是到底是不是真的 所以我问了这样一些 非常尖锐的问题 我相信有些人见了尊者 是不敢直接问这样的敏感 直接尖锐的问题的 但是尊者非常的平和 他在跟我谈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 就好像是很认真的在跟一个 就好像是在跟中共领袖在对谈似的 为什么这样讲 他非常严肃认真的 是用一种平和的商讨的语气在讨论 他说我从来没有主张 说要用武力的手段 他说我一直是希望是和平的手段 至于有没有西藏人 主张这个暴力的不和平的手段 这个可能有 但是他说我只要知道 我都会去阻止他们 那么我相信了解我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另外他讲我主张的这个中间道路 就是希望减少可能的冲突 减少流血 减少更多人受到损害 他说这个我从来没有说 要把中国的领土的那么大的部分都成为 把它弄成行政上独立的藏区 我没有这样说过 但是这都是中共官方的一种 刻意的这种议断 他说我只是主张那些 生活在汉人区的那些藏人们 他们如果而讲从精神上 从宗教上认同这个藏传佛教 认同这个这些 就是我本人的这些主张的话 那么大家就应该形成一种自治 这种自治并不是说不允许汉人居住 过去有一个说法就是要把汉人赶走 全部赶走 尊哲他本人回答了我这个疑问 他说没有说要赶走 但是也不主张大规模的继续增加 汉人到藏区的这种移民 这种移民的话 使得藏人这个人口比例 降到越来越低 他说过去是藏人 在藏区里面的人口比例 是大大的绝对超过汉人 而现在的情况 在很多藏区已经出现了 汉人的人口比重 大大的超过了藏人的比重 他说从传统上来看 祖祖辈辈 生活了很多代的 都是在那些地方 那么现在来了很多的汉人 他们还反而说这个是自古以来是藏人的这个地方 他就讲了很多这样的这个势力 甚至呢 他还跟我讲了 他说他实际上对共产党 对毛泽东一开始都是有好感的 他说本人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 其实这一点 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个人是有点不以为然的 因为我大家都知道 我是过去在读研究生阶段 我曾经认真的花了一两年 甚至三年的时间去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过去我们还读了很多像戈达纲领批判了 反渡灵论啊 就马恩列斯的所谓经典著作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这类的问题 书籍我们都读了很多 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光 所以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深恶痛绝 但是尊者竟然说他信奉马克思主义 他说他认为中共和毛泽东 并没有真正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那种理想 也就是说建造一个大同世界 他特别强调了大同世界 他用汉语说的大同世界 所以说我觉得在尊者心目中 我甚至有的时候他过于的单纯 过于的善良 他跟中共的领导人有一些接触 但是他不知道后来中共的领导人 已经演变到多么的穷凶恶极 而中国大陆的现在统治阶层 甚至受到污染的民众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觉得他太单纯了 太善良了 有的时候天真的就像一个孩子一样 他跟我说话的时候 经常哈哈大笑 那种发自内心的 那种哈哈大笑 非常的让我受到感染 然后他头顶着我的头 为我祈祷 为我加持 他送我一条洁白的哈达 然后加持 然后他送我一本他写的书 在书上签了那个名 给我一段专门的鼓励的语言 这个语言我本人看不懂 是藏语的 后来我请别人翻译过来 所以这样的话 给我很大的精神鼓舞 这个时间我要说一下 是2012年的9月6日 因为我9月4号是生日 但是时间排排到9月6号 所以那一天我是难以忘记的 我一直是希望写一篇有关 我跟尊者见面的文章 回忆文章 到现在我还没写 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 我先说出来 事后我要再把这个文章写出来 那么我觉得 从我自己的个人直接感受 以及我提的尖锐的问题 尊者本人对我的这样一个 直接了当的非常明快的回答 所以我想如果任何一个观众 在中国大陆的人 你如果没有听说过 不了解尊者的这个主张 我建议大家去读他的书 他的书英文版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 亚马逊上都可以买到 还有他在世界各个地方 访问的时候 演讲的时候 他有无数的视频 在网上流传 其中大多数都是用英语的 至少有的相当一部分 是用这个汉语这个翻译 有这样的配的 那个底下的文字 你是可以看懂的 所以我希望中国大陆的 所有对西藏问题 对达赖喇嘛尊者 还不够了解的人 但是你们有兴趣的话 希望你们了解西藏的历史 有一位西藏朋友说的好 他说如果说西藏的领土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汉人的领土的话 那么请问汉人到了西藏高原的时候 为什么他们马上就感到空气稀薄 不适应 经常就是水土不服 生病生很多天 连这个呼吸都有问题 而我们藏族的孩子 从小一直到成年人到老年人 在西藏高原上 我们都可以活蹦乱跳的 那就说明我们的遗传基因里边 我们适应了这片土地 我们适应了这样一个高原 而汉人呢 在身体上 生理上 遗传因子上 基因上 他就不能够完全适应这个土地 所以我们再回顾一下当年中国的历史课本里边 唐代皇帝就派出公主去和藩 和什么和藩呢 就是和松赞干部 和松赞干部和清 那就说明了他不是一个国家 至少在唐朝的时候 皇帝是希望通过和藩 来加强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这怎么是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呢 这是非常搞笑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这个关系藏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 我还要推荐我的一个朋友 叫李江林写的《拉萨1959》 这本书非常的有名 他写了好几本书了 另外除了他以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 有的是藏人 有的是关心西藏的汉人写的书 所以大家有兴趣到网上去搜索 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利用 现在就是2月7号 我们看到西藏公安厅在扫黑打恶 这出恶运动中 他将与达赖喇嘛有关联的 或者给予资金资助的都列为黑恶势力 对这个消息您怎么评价 其实他这是又是一种更加恶劣的 更加低俗的这种恐吓手段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自从达赖喇嘛尊者 带领他的追随者 1959年逃到印度 后来定居达兰萨拉之后 世界上那么多的国家 出于人类的同情心 人道主义的救援 出于对人权平等正义 宗教自由方面的尊重 大家都很多国家政府都提出了援助 包括欧洲的一些政府 印度政府就不用说了 还有英国政府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给予了 长期的各方面的援助 还有一些是一些大企业 一些慈善机构 一些个人都长期的援助 所以西藏达兰萨拉的收入 一个是来自旅游观光 另一个就是宗教方面的收入 宗教活动的收入 另外还有就是各个地方的捐赠 包括个人的机构的 甚至政府的 那么如果要讲有些基金会 包括西方的一些大的基金会 也是资助西藏这个问题研究 和包括西藏的人权各方面的 如果要是讲中共把这些都称为黑恶势力的话 你想想这个结果是什么 世界上那么多的公益基金 那些民主的自由的人权的法治的基金 还有那些机构 个人甚至一些国家的政府 都被中共抹黑为所谓的黑恶势力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吧 他这是等于是中国政府摆明了 要跟那些世界上的正义的力量 对正义进行坚定支持的力量作对 成为他们的敌人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 或者中共的这个决策者们 他应该去反思去了解 支持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人权独立 自由这方面事业的人 到底是极个别的人 还是在世界上有着广泛的这个 就应该说有相当大的人口 和相当广泛的 无论是各行各业 都是有这样的支持的 夏教授有几个思思乐点 想请您点评一下 2月14日在佛罗里达州的帕克兰市 高中发生的枪击案 有17名人被枪击致死 也有很多人受伤 您怎么评价 关于校园枪击案 在美国已经发生不是一次了 关于这个问题 多次的被民主党 还有一些人士 他们一讲的就是说 应该严格的禁枪 那么这一点 就和美国宪法的第二修正案 就是持枪权 发生了重大的冲突 关于这个问题 我曾经专门做过辩论的节目 那么我举了很多的例子 就是说禁枪是不可能的 不能剥夺美国宪法 赋予美国公民的这样一项神圣的权利 但是对枪支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 或者更加有效科学的管理倒是必要的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笼统的 简单的思路是去进枪 而想办法怎么样来 对更多的犯罪的可能进行事先的预防 这个事先的预防包括对个人信息系统的 这样的一个数据收集以及快速反应 另外在校园里边应该有一些 最基本的防范系统 我觉得按照人类现在的科技能力 我们完全有条件做到 在一些校园里边 跟遥控 跟这些摄像头相配套 应该有一些自动反应机制 当有人举枪对准教室对准学生人群的时候 应该用激光枪或者用其他的一些先进的设备 就是能够在短短的瞬间对施暴者进行控制 或者用麻醉枪或者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 可以把他们制止犯罪行为制止住 或者派一些持枪的警卫定期的在校园里边巡逻 但是那种做法显然是效率会低得多 而不像我说的第一种 无论是劫机对劫机的行为 还是对校园的这种枪杀案 按照现在的高科技的这个手段和能力 是完全可以实施的 我希望将来有一天 美国的哪一家大的公司 可以专门开发这样的系列产品 就是如何防范在校园教堂公众场合 来防范突然的恐怖袭击 然后在飞机上有这种自动装置 能够对实施劫机行为的这些犯罪分子 进行瞬间的反应和终止他的犯罪行为 这一点我相信科学技术已经可以达到这方面的要求了 那么希望有一些大的公司走在前面 那么我看有一个公司 我对他既有很高的期望 就是这个Mask Elon Musk这个公司 他现在做了很多创新的事情 将来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愿意向他提出这样一个建议 希望他们成立一个专门的公司 来开发这样的产品 夏教授 您知道原重庆市委书记深圳才 已经被移送司法机关即将起诉了 最高权也指定天津第一检察院提起公诉 对于深圳才这个案件 您的看法是什么 孙政才过去是共青团 作为未来接班人培养的一个重要的高官 据说有人看好他 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的总理 但是后来突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说起来说他是个人的贪腐严重 包括个人的生活作风 据说他有私生子 而且还不止一个等等这种说法 但我想最重要的问题 不在于他个人的腐化 而在于他有政治上的这种诉求 或者是按照官方的说法就是有政治野心 非组织政治活动 大概是这个表述吧 就这类的表述就说明 没经过中央批准自己私下里搞一些串联 搞一些组织活动 其实这个就很奇怪了 如果你不搞活动的话 你如果跟其他官员不来往 那有人会认为你不团结自己的同僚 不团结同事 在干部中你不团结 但如果你私下走动 那就是说非组织的政治行为 就有可能被看作是有政治野心的 所以这些东西呢 就是说愈加之词 愈加之罪何患无辞吧 就是说应该说中共的这些潜规则 有的时候你搞不清楚 他究竟为什么会失去 这个他的政治权利 政治地位 甚至成为囚犯 那么我们其实借此案例 可以告诫所有的中共高官 就是不要看你今天非常的得意 也许你明天就可能成为阶下囚 因为中共是不讲法治的 甚至他连人情也不讲 他只讲权力 只讲这个内部的这种勾结 或者讲内部的这种战队 你如果不能成为最高权力者的这种心腹 那么有可能你就成为下一个牺牲品 中纪委对卢伟原网信办主任 决定给予双开 并且在他的通报中对卢伟用词 可能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厉害的一个 有很多罗列的用词 非常厉害 我们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既然卢伟十恶不赦 那为什么中共会培养出这么一个干部呢 对关于卢伟这个人呢 我很多年以前他还没下台 甚至还没达到最高权力位置的时候 我就对他极其的厌恶 因为我研究过他的简历 他的简历呢 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人 在一个正常的国家 都不可能爬到这么高的位置 拥有这么大的权力 如果你看一下他的这个简历就知道 他不过过去呢 是一个没有上过什么学的 一个农村出来的混混 他后来居然能够爬了那么高的位置 而且是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面爬到那么高的位置 而且还混了很多的文凭 那么这个他还掌管中国的意识形态 所以说你想想呢 中国的思想控制 是由那些没有文化 没有思想的人 甚至是反人类的 反文明的人 来控制人们的思想 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而且卢伟被称为这个网络撒谎 他还做了很多令人恶心的事情 包括对这个西方的媒体进行控制和威吓 施加压力 有一个典型的这个案例 就是他到硅谷 美国硅谷去考察 在Facebook脸书的办公室里边 跟他的掌门人扎克伯格谈笑风声 而且扎克伯格呢 为了讨好他 为了进入中国市场 在自己的办公桌上 还放了一本习近平文选 这样的话呢 就是给你感觉 就是西方的企业家 居然要向中国低头 要向这个中国的独裁者 要向中国的盖世太保 中国的 因为这个卢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非常像这个希特勒的那个宣传部长葛培尔 就是等于要像这样的这种黑恶势力 邪恶的势力低头 所以这个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这个邪恶的势力 现在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危害 而且继续的扩张和渗透 这些年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在很多的西方国家 甚至学术机构大学里边 都有这种意识形态的这个扩散 渗透 在纽约时代广场 都有这个中共的意识形态的宣传 所以这些东西呢 真的是非常可怕 那么卢伟这样一个人 他的堕落 他的腐败 他的低俗 我想这个不是一个令人奇怪的事情 奇怪的是 他怎么会爬到这么高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中共在处理他的同时 应该吸取一个教训 应该做出一个让老百姓 能够接受的一个措施 什么措施呢 就是是谁提拔 把谁把他提拔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 那个人应该被连带起诉 应该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 甚至呢 应该被判刑 那么我猜测一下 在他的上升之中 起到相当大的作用的一个人 那就是刘云三 至于还有没有比刘云三 更加位高权重的人 那肯定是有的 而且我听到一些内幕消息说 卢伟还得到了习近平本人的 非常的器重 不但这个负责意识形态 宣传方面的工作 网络方面的 网络控制的工作 甚至还涉及到 习近平对其他领域的一些事情 他也参与 比如说对经济事务 对外的这种投资 一带一路 甚至习近平个人的安全问题 有一段时间 卢伟都介入了 就说明他有可能成为 习近平本人最器重的心腹之一 但是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结局 说明他道行还不够高 他的低俗的本质很容易暴露 尤其是他的那么多的恶行 被人们一次一次的揭露 时间长了 连习近平本人也感到羞耻 也没办法为他掩盖 只好忍痛哥 其实习近平用的人 基本上都是那种低能的 他只要效忠 既然低能的人 他当然可以在领袖面前效忠 但是他对其他人都是穷雄恶极的 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实际上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而是一人之下亿人之上 多少亿人之上 对吧 所以他这种穷雄恶极 然后对待别人的时候 他就到了没有底线的程度 所以卢伟的倒台 不光是我们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所谓的右派感到高兴 甚至连左派都大大的叫好 就连司马南这样一个恶心的 反人类反文明的人 这次也写了文章专门的 较好 所以说应该说左右都痛恨的 这样一个人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 司马南就是个好东西 司马南可能比卢伟 从人性的角度 从恶的角度来讲 虽然他权力没那么大 但是从恶的本质和倾向来讲的话 司马南可能更加恶劣 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卢伟的恶 我们至少从外面不太容易看到 因为他是经过掩盖的 官方的掩盖的 而这个司马南的恶是赤裸裸的暴露在公众面前 向您请在的最后一个问题是 近来中国的股市出现了大的动荡 2月9号就下跌了 卢子下跌了4% 一周以来卢子已经下跌了9% 您如何看待中国股市的变化 中国股市呢需要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就是说市场公开透明 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 要准确公开透明 不造假 其实中国的上市 这个中国股市从建立到现在 基本上都是不透明的 充满了暗箱操作 黑幕 黑幕重重 有很多公司根本没有上市的这种价值 完全都是造假 伪造数据 然后圈股民们的钱 所以中国股市很多年来 都被人们批评为大赌场 或者讲这个黑箱操作的市场 是非常无耻的 关于这方面呢 早在2000年的时候 吴敬莲先生就提出了这个 因为当时财经杂志揭露了基金黑幕 而吴敬莲先生也对股市成为赌场 感到非常的痛心 他做过一些批评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中国股市并没有真正的健康发展 因为中国的证券市场 说穿了就是一个权力游戏的市场 就是权贵们分赃的市场 甚至他们操纵一些工具 迷惑大众 欺骗大众 把老百姓辛辛苦苦 挣来的血汗钱 抢夺走 掠夺走 这个是非常无耻的 但是到后来 当股市出现大跌的情况下 习近平竟然荒唐到 派这个警察直接到证监会去抓人 这个只有说前现代国家 当然话说了 前现代国家 至少人家有一个比较像样的股市 早在几百年前 荷兰 美国这样的国家 都有一个初始性的股票市场 都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些比较正常的 不是完美的游戏规则 但是呢 是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游戏规则 但是今天的中国股市 证券市场 仍然是绝大多数人无法接受的一个 应该说是 这种游戏呢 是一种近视于赌博 更加近视于黑社会 分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所以从根本上来讲 中国股市 如果不解决这样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中国股市是没有办法 改变它的根本性质的 所以呢 股市崩盘也好 萧条低迷也好 这是一种常态 而中国股市暴涨的时候 往往呢 是下一轮要坑骗 坑害老百姓的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一定要大家警惕 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观众朋友们 夏野良教授为我们分析了 奔驰汽车公司的盗窃行为 认为是荒唐的 是资本主力行为 是对中共利用商业 进行政治打压的屈服 中共对达赖喇嘛尊者 和中间道路的妖魔化 只会让更多的藏人 失去民族和解的信心 中共将支持达赖喇嘛的群体 视为黑恶势力 则证明了习近平的扫黑 粗恶运动 带有明显的政治迫害的目的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大年初一 我们祝各位观众朋友 及家人 以及夏野良教授及家人 新春快乐 万事如意 好 再见 谢谢